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说她印象最深刻的是陌生环境中做陌生的工作 我觉得会把这种当成最深刻的事情 应该是一个循规蹈矩的窃窃的小女生 未必啊 她因为是在那个埃及啊 我看她是在那边工作了一年半 所以如果在那种环境下一个女生的话 其实确实是一个蛮印象深刻的 这个奖励上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一个缺陷 在于她没有在一句话评价自己这个方面没有去写 我有一点略担心是她来的时候准备的不够充分 对 要不是马虎 要不是很封闭 马马虎虎这个人 我觉得这样就你的简历跟你求的职位应该是匹配的 那她其实她求的是人资方面的这种工作 那她在简历上面理论上来说是应该是面面俱到的 所以我觉得她的工作和她的这个简历实实上是不匹配的 这是个最大的问题 她的这份简历填得很仓促 就好比她现在的生活节奏 跟丈夫去了埃及 然后中间决定要回国 想在国内留下来 但没想到回国之后发现房价飞涨 结果呢 现在有两地分居 老公在非洲自己来到国内求职 所以确实比较仓促 总是赶不上变化的 来 我们掌声有请这位新妈妈李子慧 苏黎老师好 十五位企业家观察团老师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子慧来自天津 我过去的职业生涯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 就是不想做人事的设计不是一位好行政 大学毕业之后呢 我从天津就去到了深圳一家设计院 做建筑的施工图的工作 然后后来机缘巧合之下 就去了埃及 做了人事相关的工作 现在我想寻求一份HRBP相关的 谢谢大家 你这皮肤倒像是从非洲回来了 你自己是做人力的 为什么自己的简历填得这么仓促啊 好多都没填 其实都填了 只有那个应聘宣言跟自我评价的 最理想的工作状态也没填 电子邮箱也没填 那这个就填了的 这可能是节目组给涂掉了吧 我觉得我要打断一下 节目组能把你这个简历给涂掉 我没有看到任何涂改的痕迹啊 我回应一下 就是邮箱重要信息我都全部填写了 应聘宣言跟自我评价这几项 确实没有写的 这是一个H.I.要看的东西 你是硬片H.I.的对不对 对对 然后你要看别人的简历 也会这样说是 家庭成员也没填咯 填了 这个填了 没有啊 好像浮了 这个真的填了 我只有那几项没有填的 是我正太认真想的时候 我宝宝一直在哭 真的写下去了 很抱歉 孩子在哭啊什么的 其实我确实应该回来 再跟那个导演再说 就是跟那个工作人员再说 我再继续再填一下 然后我就说 算了吧 也没有再去要这个东西 反正确实也是自己的问题 但是 宝宝再哭不是理由 你可以趁他睡了再填一次吗 如果你认为做一个H.I.这个简历 的完备性是很重要的 对 宝宝不可能一直在哭吗 难道宝宝边哭边说 妈妈不要填 不可能对不对 没有 绝对没有 所以这就是你的一个书 对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书 好 这事过了 说你为什么去埃及 当时还是我男朋友的老公 他是要在那边常住 就是 为了爱情呗 算是吧 当时在国内有工作吗 有 我当时在深圳的一家设计院 做建筑的施工土设计 好工作呀 还可以吧 为了爱情付出了很多呀 也不算付出吧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 总要有一个人 做一点点妥协我觉得 据我以往的案例经验 百分之九十的女人为了男人远走他乡 最后都是落得一个失败的结局 我挺成功的 我是特别的那一个 时间没到 开玩笑 开玩笑 去爱情去了多少年 前前后后也待了有两年吧 两年 那你在那儿 你的老公是有工作的 对 他有工作 那你在那儿是后来找的 是吧 对 是这样的 就是 因为他在那个大公司嘛 当时我也投了简历了 但是去不了 可能公司也会有各方面考虑吧 我就在 我就去了之后 又在当地投简历 找了一家华商的企业 所以说你在爱情 去邮心的 去定了一些什么 就我们住的那个地方 离一个监狱挺近的 那个附近发生过一次越狱 就是爆炸引起的 还有一次就是我们那个 社区的有一个花园 里面发生了炸弹 你精神经历之后 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还好 其实我 大家都觉得 那爱情的治安不太好嘛 但是对我自己在那边 生活了挺长时间 我觉得还好 就这么两次 大家好 我是张燕萍 是个活泼开朗 上进 有趣 且闲不住的内蒙姑娘 大学期间担任校舍连主席 班长 会长等职务 业余时间 开了一家小型烘扒馆 实现了小心愿 以上经历 让自己在活动策划 管理和人际交往方面 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和提升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要应聘 策划或执行 或各位企业家认为 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陈队老师好 毕业了吗 六七月份毕业 你干过什么呢 在学校 在学校里面主要是参与了各种的学生工作 担任校舍连的主席 校舍连是管理全校所有的校级社团50多个 院级社团100多个这样的一个职能的学生组织 那做过什么创业或者是兼职吗 9月17号的时候 也就是在这半年 我开了一个小型的烘扒馆 这是针对我们学校和我们学校周边的大学生 可以去做饭啊 然后还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娱乐设施 大家可以去玩 挣钱吗 因为现在已经开到三个月了 累计到现在 然后平均的话 一个月1200到1500左右 然后自己也有了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这样的创业好像技术难度并不高啊 我觉得对我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想法吧 然后把一个想法变成现实 这个是我收获比较大的 那你想去哪个行业工作呢 我喜欢的是像互联网类啊 然后时尚类的这种 有特别不想去的行业吗 特别不想去的 我觉得倒是没有太多 除非说这个岗位或者这个行业 对我的专业要求特别严格 我达不到那个水平 其实我想说的是 你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你的坚持里面没有一个 跟你专业有关系的 我明白 我觉得现在 我对我自己自身的定位 就是我擅长策划 就是在学校里面的这些经历 专业不是你选的 专业也是我自己选的 你不喜欢 但是不是特别喜欢 那是有点互惠对这个专业 然后你就想做活动策划 和助理 你要求薪资多少 四千 四千是实习的还是正式的 实习的 有地域限制吗 天津是首选 天津是首选 然后其他地区也可以 来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性价比高 来 全流 天生活有才 演讲是吧 对 来吧 在我演讲之前呢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相信每个人都想过一个 很酷的一生 那么如果把酷分成两种 一种是外酷 一种是内酷 那么真正的酷 应该是哪一种酷呢 内心的酷 发自内心的酷 才是真正的酷 那么内酷的一生 会不会是这样的呢 当韶华已逝 青丝变白发 始终有一个人 能够陪你一同 谈天散步 喝茶旅行 这是尽享天伦时乐 时候的酷 三十八岁的你很漂亮 不是因为三十八岁漂亮 而是因为你很漂亮 十八岁的你很漂亮 不是因为你很漂亮 而是因为十八岁漂亮 我不清楚别人 但我知道自己 在大学四年里 我努力朝着 并且做到了 自己心中的酷 担任社联主席 担任班长 担任会长 参加辩论赛 参加演讲比赛 参加职场经营挑战赛 让我刻骨铭心的是 为了谈美食赞助 骑着借来的电动车 一起去大人发租冰箱的日子 一边蹭着奶茶 一边谈赞助 讨价还价的日子 开红法馆 从策划采购宣传经营 改进的日子 失落过 心酸过 甚至崩溃过 但明白 注定成长 这是此时此刻 站在非你莫属舞台上的张燕萍 不一定励志 但绝对拼搏的 青春的苦 因为他渴望成长 因为他懂得珍惜 因为他想努力活成 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的模样 那就是 外表上的芭比娃娃 行动上的变形金刚 思想上的女流氓 和学问上的东方不败 谢谢大家 好 她的才艺表演 最棒的是 她把她所有的过去的经历 她的能力 然后她的这种想法 完整地通过演讲的形式 表现出来了 这个赢了 真的赢了 燕萍 真棒 你知道你赢在哪里吗 并不是说你干的那些事真酷 但是你太聪明了 你把你所有的这些东西 全讲出来了 对对对 东方不败 永世我爱